这个周末就要准备跨年了 不想人挤人去看演唱会 也可以选择去铁道电影院来看电影 花莲铁道电影院将在周六带来今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 秦晨 而周日则有免费的走走电影带来三部选择的秘密短片选 应后也会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为自己整理 今年还有明年的展望以及祝福 也欢迎家长们带着孩子一起前往观影迈向2024 迎接2024花莲周末也将有不少活动迎接跨年 临近东大门夜市的花莲铁道电影院 也准备好和花莲乡亲迎接跨年 五六日三天都有精彩电影片单 包含在今年金马奖得奖的最佳纪录片 青春春售票电影 以及免费的走走电影院 配合明年选举挑选出三部和选择有关的短片供民众欣赏 我们接下来在这个周末礼拜六的下午 两点会有一个铁店热印的售票场 会为大家带来的是今年金马奖的最佳纪录片 青春春这部电影这样子 那在31号我们会有一个免费场次的走走电影院 这一次的单元叫做选择的秘密 那因为刚好明年年初正好是选举 那所以今年的年底就会搭配这场有关于选择 到底孩子们要如何去做一个选择 那其实要怎么样去找到最好的自己 那我们在看完这三部短片的走走电影院之后 会有一个小活动 就是会有一个类似小卡片或是写信 然后让他们错过一些绘画或文字 然后肯定一下今年自己的表现 然后我们就来给予一个祝福这样 31日印后将邀请大小朋友一同为自己整理 今年和明年的展望和祝福 透过卡片或写信方式 肯定自己也祝福自己 而花莲铁道文化园区营运团队也将在明年换新鞋 一馆中山堂的花莲铁道电影院 二馆的花生客厅仍将持续陪伴花莲乡亲 周末还没想好要去哪的民众 可以选择安排一趟观影之旅迎接2024 记者长邦业 花莲师报导 好好去哪一趟观影 大 Ephesus 姓